一心要抱孙子的婆婆为何让儿媳去打胎 因为不能生育才同意媳妇跟别人生孩子 面对婆婆的猜疑 她已侵犯生育权没有将婆婆告上法庭 并申请对丈夫进行身体检查 赵强得的是下半身严正小问题 而且不影响生育 这场儿媳状告婆婆侵犯自己生育权的案件将会怎样落幕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6年8月的一个晚上 小梅的丈夫赵强刚刚出差赶回家里 都说着小别胜新婚 小两口早早的关灯上床 打算好好亲热亲热 两人都在信头上 这卧室的房门却被敲响了 而且这敲门声是一阵紧次一阵 丈夫赵强只好披上衣服开了门 敲门的不是别人 正是赵强的母亲 小梅的婆婆 只见婆婆乐呵呵的端了一碗中药 送到了小梅的床头 说小梅啊 这药是老家亲戚给的土方 可灵验了 妈天天给你熬 你赶紧喝啊趁热喝 等婆婆一走 小梅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她对丈夫说 能不能跟你妈说说 这不正规的偏方乱喝会伤了身体 诶 这是怎么回事 婆婆好心好意的给媳妇端水送药 这媳妇小梅怎么就这么不领情呢 小梅埋怨婆婆给她喝偏方 丈夫赵强也能理解 中药讲究的是一人一方 如果不对正啊 反而会吃出问题来 丈夫劝小梅说 妈也是为了咱们好 你别往心里去 她送进来 你不喝就是 别伤她心 丈夫的意思 小梅心领神会 接下来的日子 是婆婆每晚送药 小梅都笑脸相迎 再偷偷地给倒掉 这样一来 领了婆婆的情 又不伤身体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梅婆婆的心意 可不止这简单的一碗汤药 接下来 她对小梅的关心接连升级 直到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家里发生了一件事 让小梅激进崩溃 那个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天晚上 小梅和丈夫刚刚熄灯 打算休息 就听到门口啊 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难道说这家里有老鼠了 奇怪的是 这声音几乎没完 小两口一关灯 就准时出现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今天啊 小梅就想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她示意丈夫别出声 捏手捏脚的走到了门口 哗的一下子开了门 可这门一开啊 小梅呆住了 哪有什么老鼠 门口啊 站着一个大活人 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婆婆 只见婆婆拱着身子 站在卧室门外 耳朵就贴着门板 这很明显啊 就是在偷听 这大晚上的 婆婆在小夫妻俩 门口偷听 这演的是哪一出啊 小梅又气又急 说妈 你这是干什么 这时候 丈夫赵强走了出来 婆婆显得啊 有些不好意思 把自家儿子 拉到了一边 小梅看到 婆婆善善地 说着什么 丈夫一边听 一边频频摇头 再联想到 自己卧室洗手间的垃圾桶 总好像被人翻过 小梅一下子就明白了 原来啊 婆婆专门上网查资料 说是女性在排卵期容易受孕 另外 夫妻控制同房次数 更有利于提高精子质量 所以啊 婆婆翻洗手间垃圾桶 就是在关心小梅的生理期 婆婆不但准确地 测算出小梅的排卵期 甚至一到排卵期 就有意无意地提醒儿子同房 要是发现时间不对 或者是同房次数多了 还穿门去搞破坏 而我们节目开头那幕 小梁口甜甜蜜蜜正亲热 婆婆却敲起门来打药送 其实啊 正是婆婆 有心坏了小夫妻的好事 婆婆为了能够早日抱上孙子 可谓是煞费苦心 但面对婆婆的种种异常做法 小梅实在忍无可忍 可婆婆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一切还得从小梅夫妻的婚姻说起 小梅和丈夫赵强都是大龄晚婚 小梅好学上进 博士毕业直到34岁 才遇上了一中人赵强 赵强的情况呢 跟小梅也差不多 因为一心铺在事业上 差点耽误了婚姻大事 遇上小梅的时候 也已经37岁了 小梅和赵强情投意合 恋爱谈了半年就结婚了 并且和公婆一起生活 婚后 想两口的日子过得很甜蜜 工作也都很努力 可就是结婚两年多 一直没怀上孩子 夫妻两个都是文化人 一年没怀上 就已经急的到医院 做过各项检查了 医生却说没问题 说年龄大 受孕的成功力自然低些 叮嘱他们 加强营养 多多锻炼 小两口也就放下心来 顺其自然了 可小梅的肚子 一直没个动静 公婆比她俩还着急 特别是婆婆 上网查资料 搜寻各种秘方 样样都来 为的是早点抱上孙子 婆婆的苦心 小梅明白 可婆婆连夫妻同房都监控 这就没法忍了 对着老人家 小梅不好发作 关起门来 她把气全撒到了 丈夫赵强身上 小梅说 这犯人还有个人权呢 你妈实在太过分了 她甚至提出来 两人搬出去 单过 丈夫只好劝小梅 消气 自家母亲这么做事不对 可自己呢 是独子 这么搬出去 会惹母亲伤心 丈夫答应小梅 等孩子出生了 她一定会做通母亲的工作 一家三口单过 当晚 夫妻俩商量了一下 决定要到当地最好的医院 找专家门诊 做个全面彻底的检查 毕竟两人都是大龄 又两年没怀上孩子 绝不能大意 错过了生育年龄 小两口很快就到医院 做了全面检查 可是一通检查下来 两人仍然没啥问题 小两口也就放心了 可婆婆知道了 却将信将疑 她问小梅要了检验报告 是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看了不下十遍 这话里话外 怀疑检验报告是假的 搞得小梅心烦意乱 小梅被派到外地去培训后 竟然怀孕了 婆婆喜出望外 婆婆每天变着花样 给小梅做好吃的 还专门炖燕窝海参 给小梅吃 可是没过多久 婆婆却逼着小梅去打胎 你们结婚两年多 小梅早不怀孕 晚不怀孕 偏偏在地培训三个月 就怀孕了 这孩子铁定了不姓赵 怀疑儿媳 小梅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儿子的 儿媳忍无可忍 以侵犯自己生育权为由 将婆婆告上法庭 要求婆婆同意自己生下孩子 婆婆会同意吗 疑心婆婆派孙子正在播出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就过了农历年 农历年一过 小梅就被单位派到外地参加培训 一去就是三个月 婆婆说 这能不能请假不去啊 小梅知道婆婆的意思 培训三个月 婆婆怕的是耽误了怀孩子的事 可小梅啊 巴不得到外面住上一段时间 好让耳根子 清静清静 其实小两口自由打算 虽说在外地培训 但离家也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每到周末 赵强就会开车过来陪小梅 就在培训快结束的时候 一天早上 小梅起床之后啊 感到说不出的疲惫 头晕目眩的 本想吃点药 想到在备孕期 保险起见 小梅就到医院做了检查 可检查的结果 却令她喜出望外 小梅怀孕了 这捧着化验丹 小梅就像中了头彩一样 是又开心又激动 又有一些忐忑不安 她赶紧给丈夫打电话报喜 丈夫在电话另一头 兴奋地大叫说 我要做爸爸了 我要做爸爸了 从来都不请假的丈夫 马上就请假赶来看小梅 想两口啊 是相拥而弃 感慨这孩子 来得太不容易了 等两人平静下来 小梅特意叮嘱丈夫说 怀孕的事情 先别告诉公婆 因为民间有个说法 说孩子啊 三个月内比较小气 不能跟别人说 当然科学的讲法是 三个月内胎儿还不太稳定 容易出现流产 小梅不想告诉公婆 怕的是让老人家空欢喜一场 培训一结束 小梅就被丈夫 接回了家 一进屋啊 婆婆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 嘘寒闷暖不说 这茶几上还摆满了各式的水果 点心和补品 小梅一看就明白了 这丈夫 泄密了 小梅称怪地看着丈夫 丈夫不好意思地说 你怀孕 可是咱家的头等喜事 妈又不是外人 早点告诉爸妈也让老人家多开心几天嘛 打那以后 婆婆每天变着花样 给小梅做好吃的 还专门炖燕窝海参 给小梅吃 害得小梅一下子 种了好几斤 两三个月之后啊 这肚子就开始显山露水了 每天晚上 丈夫都会摸摸小梅的肚子 想到孩子一天天长大 小梅感到格外的幸福 小梅的怀孕 让整个家庭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她与婆婆之前的种种不快 也随之烟消云散 然而没过多久 婆婆对小梅的态度 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有一天 小梅下班回家早 看见婆婆拿着赵强的病例 正从夫妻俩的卧室走出来 小梅没多想 婆婆解释说 要给赵强开些感冒药 放在家里预备着 可转身时 小梅看到婆婆 竟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 小梅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呢 而更让小梅想不到的是 三天之后 婆婆居然拉着小梅 硬要她去打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三天后 恰好是周末 丈夫赵强作为单位领导 要参加一个会议 一大早就出门去了 早饭过后 婆婆来到小梅的房间 十分严肃地说 小梅啊 妈跟你商量个事 这孩子能不能打了 等赵强治好病 咱们再生 小梅吓了一跳 说妈 你在说什么 这孩子我们等了两年多才怀上的 这怎么可能呢 再说赵强又没什么毛病 光检查都做了好几遍了 说完 她下意识地搂紧了肚子 婆婆一下子抹起了眼泪 说妈这不是没办法吗 听妈的话 等赵强好了 咱们再生 妈知道赵强心软 这孩子啊 妈陪你去打 这话彻底把小梅给吓懵了 她说妈你怎么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别吓我 可婆婆却不说话 只是一个劲地哭 小梅什么都顾不上了 抓起皮包 陶冶似地跑了出去 边跑边给赵强打电话 赵强听说母亲要小梅打胎 也吓坏了 让小梅啊 赶紧来开会的地方等她 会议结束 赵强就出来了 夫妻俩讨论了半天 怎么也弄不明白 老人家为什么要让小梅打胎 小梅迟疑地说 妈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 要不咱们带妈到精神科去看看 赵强点了点头 和小梅一起回了家 小梅和丈夫赵强结婚两年多 婆婆也想早日抱上孙子 这小梅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 婆婆为何要让小梅打胎 到底是婆婆的精神出了问题 还是婆婆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两人一回家 赵强急忙问母亲 为什么要小梅打掉孩子 小梅婆婆起初不肯说 可掀下来的答案 却让小梅和赵强哭笑不得 婆婆说 你们谁也别拿我当傻子 你们结婚两年多 小梅早不怀孕晚不怀孕 偏偏外地培训三个月就怀孕了 这孩子铁定了不姓赵 我们老赵家丢不起这个人 孩子必须得打掉 小两口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 赵强不但费尽了口舌 还特地拿出了证据 这些证据有周末开车 看望小梅的高速公路过路费 还有酒店的消费凭证 可小梅婆婆还是哭哭啼啼地说不信 小梅甚至主动提出来 做羊水穿刺DNA检测来证明清白 婆婆却说 这小梅肯定是提前买通了医生 怎么都不相信 小梅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亲孙子 接下来的日子 婆婆时不时地提出 要小梅打胎 小梅一回家就紧张 因为婆婆的顽固 一家人的关系也越发紧张 丈夫不回家 小梅就不敢回家 丈夫要出门 小梅也只能跟着一起出门 小梅发现自己都变得有些神经质了 她甚至担心 婆婆会不会在饭菜里下毒 吃饭的时候婆婆夹过的菜 她才敢夹 婆婆不动的菜 她就不敢吃 一个月后 丈夫赵强出差两周 小梅就只能回娘家了 小梅的父母这才知道小梅受了委屈 主动找小梅婆婆说理 可小梅婆婆哪里听得进去 两家老人吵得差点动起手来 事情这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 无奈之下小梅自选了律师 律师说小梅婆婆的行为 侵犯了小梅的生育权 建议向法院提起诉讼 小梅跟丈夫商量 丈夫不同意 说着哪有媳妇告婆婆的道理 传出去会被人笑话 小梅说律师说了 到法院打官司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法官居中裁判既讲法也讲理 家人的话婆婆听不尽 法官的话婆婆也许听得尽呢 小梅还强调 婆婆的做法让她紧张焦虑 医生说孕妇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是会影响到胎儿发育的 丈夫考虑再三同意了 得知自己被儿媳告上了法庭 小梅的婆婆会作何反应 大骂儿子习徒大逆不道 说是要断绝母子关系 面对法官的询问 婆婆竟然说自己的儿子不能生育 而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儿子的 为了解决问题 法官当即终止了案件的审理 医生得出结论 赵强根本没有患不育症 面对医生的诊断 婆婆接下来会怎么办 这场儿媳状告婆婆侵犯自己生育权的案件 会怎样落幕 疑心婆婆害孙子正在播出 很快 小梅的起诉状就通过法院寄到了婆婆手里 婆婆拿到诉状气坏了 大骂儿子媳妇大逆不道 根本不听儿子的解释 还把儿子给赶出了家门 说是要断绝母子关系 可不管婆婆怎么生气 法院受理的案件是一定要审理的 开庭当天 小梅和丈夫来了 婆婆也怒气冲冲的来了 硬说小梅怀的是别人的种 请求驳回小梅的诉讼请求 那么小梅的诉讼请求 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这就涉及到了今天的法律知识点 生育权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生育权呢 简单的说 就是公民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 生育权的核心是生育自由 生育的自由呢 包括了生育的自由和不生育的自由 而选择生育的 还可以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时间 数量和间隔 选择不生育的 也不应当受到启示 对此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 做出了民门规定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 负有共同的责任 回到本案中 婆婆无端猜忌 小梅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亲孙子 强行要求小梅打掉胎儿 这显然违反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 当然侵犯了小梅的生育权 在庭审中 小梅和婆婆各执一词 那么考虑到这起家庭纠纷的特殊性 法官决定先行调解 于是苦口婆心的 做起了小梅婆婆的思想工作 法官对小梅婆婆说 您儿子快四十岁了 又是单位的领导 对事情是有主见的 作为丈夫 您儿子对他的妻子肯定比您了解 作为男人 他怎么可能容忍孩子不是自己的呢 您凭什么说 欺负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您的亲孙子呢 面对法官的询问 小梅婆婆再也忍不住了 她将自己所了解的事实 一股脑的全部说了出来 可真相真的像婆婆所说的那样吗 原来小梁口两年多未孕 婆婆一直密切关注着他们的情况 婆婆偷偷看过儿子赵强的病例 发现在小梅出差期间 赵强去医院南科做过治疗 而在小梅怀孕四个月的时候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小梅撞见婆婆拿着赵强病例 从自己卧室走出来的那一次 婆婆又偷看病例 发现儿子赵强又到医院南科去做治疗 偏巧在这个时候啊 小梅婆婆看到了一条社会新闻 说有个男人因为没有生育能力 自觉愧对妻子 就主动让妻子和别的男人生孩子 妻子呢起初也挺感动 可一来二去和另外一个男人好上了 丈夫接受不了 杀害了第三者 酿成了惨剧 小梅婆婆一下子就联想到自家儿子 她觉得小梅培训期间赵强到南科看病 肯定是因为患了不育症 小梅怀孕了 赵强还去看南科 说明这根本就没治好嘛 婆婆认为自家儿子生性善良 因为不能生育 才同意媳妇跟别人生孩子 而媳妇呢也是个好女人 跟别人生孩子不是水性洋花 是没办法 可她觉得现在的医疗水平这么发达 儿子的毛病肯定是有办法医的 不能毛病不治好 就让自家媳妇给别人生孩子 所以才提出要小梅打掉孩子 听到这里 小梅和丈夫简直是哭笑不得 法官了解到小梅婆婆的心结 是认为儿子患有不育症 为了解决问题 法官当即终止了案件的审理 建议赵强陪母亲到医院走一趟 让主治医生亲口告诉她 儿子到底得了什么病 赵强照做了 主治医生把病例上潦草的字迹 一一向小梅婆婆做了翻译 解释说赵强得的是下半身炎症 小问题 而且不影响生育 婆婆这才恍然大悟 真相大白 小梅丈夫和婆婆一起找到了法官 小梅表示 这一切都是因为婆婆误会 既然误会已经消除 便要求撤诉 不再状告婆婆侵犯自己的生育权 法官同意了小梅的撤诉请求 也对小梅的婆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几个月后 小梅早产生下了个儿子 比起足月份的新生儿 要瘦弱得多 需要放在保温箱里留院观察 医生告诉他们说 孩子早产的原因 就是因为小梅预期紧张导致 夫妻俩看着保温箱里的孩子 别提多心疼了 小梅埋怨丈夫说 你妈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孩子本来不用受这份罪的 丈夫安慰小梅说 凡事往好处想 孩子这不是来了吗 往后啊 咱俩多费点心 孩子一定会健健康康 匆匆明明的 就别跟老人家计较了 是啊 跟老人家计较什么呢 善良宽厚的小梅 为了让婆婆彻底解开心结 还主动用胎发 给儿子做了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不用说 孩子当然是小梅和赵强亲生的 看着保温箱里的亲孙子 再看看鉴定报告 婆婆又心疼又内疚 一个劲的抹眼泪 向小梅道歉 说都是妈糊涂 差点害了我这宝贝亲孙子 小梅啊 往后照顾宝贝孙子的事 妈全包了 妈保证一丁点 都不让我这好媳妇受累 小梅笑了 说妈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往后好好过日子就是了 孩子的事 我跟赵强商量过了 我们俩自己管 就不让妈操心了 育儿书上说了 父母自己带啊 对孩子成长特别有利 您就别再拿我和赵强当小孩了 您看看 我们都是当爹当妈的人了 您就放心吧 孩子满月后 小梅和丈夫赵强 从婆婆家搬了出来 不过两家住的不远 走路只要十分钟就到了 婆婆时常来看望孩子 小梅和丈夫赵强 也经常带着孩子去探望老人家 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反而让小梅 丈夫和公婆的关系 更亲近 更融洽了 观众朋友 传宗接代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才有了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说法 可随着时代的进步 人们对生育 有了更新的认识 更多的选择 可以选择生儿育女 开花散叶 也大可以选择不生育 而作为长辈 应当顺应时代的进步 尊重年轻人的生育选择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 作为长辈 要懂得尊重子女的生活 要知道 子女从来就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 对成年子女 应当给他们的婚姻 以足够的空间 作为子女 应当对父母长辈 抱以宽容之心 关系和照顾他们 在出现矛盾时 用事实和道理 耐心开解他们 如此才能让我们的家庭 更加幸福 更加温馨 更加美满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次再见 监狱发生血案 以服刑男子工作时 离奇晕倒 刑月的手臂 在不停地往外冒险 男子获救后 竟被意外查出 是一桩16年前的血案的真凶 刑月又用双手 使劲掐住了刘婷的脖子 男子本是因盗窃罪入狱 服刑期间 被认定犯有强奸杀人罪 他最终将面临怎样的 法律制裁 狱中受伤 牵出杀人犯 明日播出